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再度收看股市强贡 用新的摄影棚 录的第二天 当然你说今天的盘 也是蛮有趣的 有趣在哪里 本来美国股市昨天是大涨 但是我们 又开高走低了 也代表说现实市场的信心是蛮薄弱的 现实市场的信心蛮薄弱 那当然你说这个盘没有亮 没有亮就很多的人可以作怪 比如说 今天有一个新闻 3406的郁金光 郭明奇说 对不对 镜头有瑕疵 转单给大力光 结果一开盘就持续的往下杀 看起来快杀到跌顶板 后来公司就出面否认 你看到公司后来就出面否认 对不对 后来公司就出面否认 说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这边 不能用新闻 看一下 3406 可以弄新闻吗 竟然这不能用新闻 没关系 公司又出面否认 又往上拉了起来 所以 真的啦 有时候 台北股市就是这样子 政府应该加把劲 造谣的 然后呢 对不对 这些人 真的太坏了 你看昨天 农券多了500张 昨天农券多了500张 那今天 讲难听一点啦 你如果在这边补 跌了差不多30块 一张赚3万块 500张就赚了1500万 对不对 一个新闻 然后 就赚1500万 真的蛮厉害的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常说 真的台湾的报纸 有时候真的很懒得看 就是这样 因为 太多鬼了啦 我说实在话 太多鬼 太多鬼在里面 那 这边来说你的操作就是要有定件嘛 对不对 郁金光 当然 苹果的手机 甚至有车用 甚至有 什么元宇宙 对不对 但是你说郁金光跟大力光来比 我个人会比较prefer 选择大力光 但是 大力光股价比较高嘛 对不对 大部分会买不起 所以我就选择 小大力光 教会买小大力光 那也稳稳的 当然 第三季也会很好 股价当然 有机会 目标价是有机会到一倍 所以 这就是操作啦 每个人选的不同嘛 就像说你说 IG设计也一样嘛 对不对 我说创意 抵挡的时候 我告诉你 买创意的 这边 跌下来我也告诉你 创意还是很好 但是涨上来我也告诉你 这边会正当 我也没叫你去追高 是不是 今天呢 我还是逢高调节 逢低买回 再逢低买回 又做一趟价差 所以 这边当然每一档股票 它有 操作的方式不同 就像说你说 是不是 今天 今天的重灾区 也是让大盘大顶 开高走低的 一个主胸之一 ABF 信心 南电 景硕 对不对 那这南电跌地没有所使 其他两个 都锁 都锁跌停 都锁跌停 锁跌停看一下 锁跌停 它锁的量比较少一点 星星锁的蛮多的 但 明天就可以观察 我都锁6万多长 蛮扯 那当然 它说保守 上半年获利都不错 你说星星 上半年赚9块 赚赢去年全年 累的 上半年就赚赢去年全年 对不对 股价是这样子跌的 股价是这样跌的 对不对 星星算跌的少 你看景硕 有没有 你看景硕跌的蛮多的 所以为什么 我说我在去年 对不对 我最后一次讲景硕 应该是在这里 应该在这里 对不对 那时候有大鱼 大鱼在景硕里面 那时候应该是 在这边 在这边 在景硕这边 应该这边 130这边 最后一次讲景硕 后来讲到200多 但是我说这边 你就不要追 是不是 我想去年你看我节目的 我有讲景硕的 大鱼的故事 有没有 有吧 但是我说这边 我都没兴趣了 都叫你们不要买 什么南店 什么外资看一千轮 听外资在吹牛 我说外资 对不对 报纸外资 自己小心一点 对不对 但是你说真的跌到这边 我也不建议你砍 我也不建议你砍 因为 明后天是有机位指纹 那整体的电子股 尤其IC设计 应该 这边的利空都消化完毕 就像美国股市嘛 美国股市明天 应该是Apple Apple的财报 Apple的财报结束了 当然OK啦 就是反正 所有大公司 丑媳妇都见完公婆了嘛 美国股市 还是走自己的路啦 现实看起来 美股的技术面还蛮漂亮的啦 我觉得这边 持续再上去都没有问题啦 台北股市也是啦 只不过他真的是 蛮会控盘 就是边拉边洗 他也不想跟你强拉 对不对 你看今天 日本至少人家还是涨 虽然黑K还是涨 今天韩国 虽然黑K还是涨 他只有台北股市 又是只有台北股市 这样子玩 真的是 有时候想想 很无奈啦 台湾嘛 很多鬼嘛 你要习惯就好 就跟合一一样嘛 很多鬼嘛 对不对 你 没有耐心的 不想等的 我常讲 你就不要去等 有些不是会员的 对不对 在网络上面留言 留的 好像很可怜的样子 说真的没有必要 对不对 其实很多股票你 如果真的不想等 那你就把合一逢高你卖掉 那你去买别的股票 这边你说要赚个三成 很多股票一个反弹赚个三成 不难 我讲的很白 不难 对不对 就像我的会员 对不对 有些 美国不想等的 你可以卖一些 他们都来问我 是不是 你卖一些 去换别的 都可以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操作的方法 有些要等的 那就等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当然你说合一结束了没有 没有结束 是不是 你说药滑药 每个都 现在每个都有药滑药 就给他股股涨 反正头股就这样 股票涨上去的每个都有 对不对 你们就看看戏就好 到底谁玩真的谁玩假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 自己 我觉得啦 做股票是这样 你投资一个标的 当然你都想赚钱 那 其实做股票 要赚钱真的很辛苦 要赚到大钱 其实也很辛苦 第一个要时间 第二个要命 你要有那个命 对不对 第三个你要买对时间 那当然你买一个 高成长的产业 高成长的公司 绝对是不会错 就像药滑药 也不是现在 快六百块吧 他以前也是六七十块 你那时候为什么不买 对不对 那时候 你等得了那么久 也不一定 我还听说有人 对不对 八十几块买 赚了三根就跑掉了 对不对 赚了三四根就跑掉 也有啊 是不是 对不对 就像说 六六一七 共性也是一样嘛 对不对 有些人卖在五十几块 现在多少钱 现在人家成功了 三百八十九块 所以其实 自己要去承受 我常讲 那我的会员当然 我一定是 带他们到我们想要的地方 我想 合一绝对没有结束 合一绝对 还是非常值得期待 他有很多的药 而且美国的医财 大陆的药证 其实 时间都越来越近了 这些时间都越来越近 那当然 这一次我想 我的操作也不会那么的公开 我讲得很明白 我也不会那么公开 对不对 那你有合一的 有兴趣的 都欢迎你来找我 是不是 我说 这边我不用那么好心啊 这边我告诉你要嘎空 对不对 两百块的时候告诉你要嘎空 这边两百块的时候告诉你 台湾药针要拿到 涨到316 那反正网路上就很多 对不对 马后炮的人 我今天 看了都笑一笑 但是我想 对合一的了解 我应该是比 全市场很多分析师都懂 那当然我有我的资讯 那这边 当然 有最正确的资讯 我会告诉我的会员 第一时间告诉我的会员 那你不是我的会员 是不是 那你就 看节目吧 对不对 看看 是不是 怎样的操作 到时候 等到 一段 如果说 拉了起来 有一段的获利 我们再说 也会啦 那是以后的事情 所以这边 这盘我是觉得啦 你说 边拉边洗 那龙俊 是持续的增加 其实是对多头好事 其实是对多头好事 只是说 电子股 最近就是要消化一些利空 消化一些利空 我跟各位报告的 对不对 全局行情是做多没有错 是做多没有错 对不对 但是呢 很多股票 最近还是有些利空 要做消化 但是也没那么惨啦 说实在的 对不对 你看尤达 你看尤达又破底 真的看起来也是很惨 亏损 但是很多股票亏损也是涨啊 宏达链亏损 也是涨到六十几块 对不对 所以你说 也不要说因为亏损 因为利空就杀在地上 你买在三十几块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 不要最高杀地 好不好 我持股的问题都欢迎你来电 今天就看高通 美股的表现 高通盘后好像是跌 但是 看今天 能不能说 跌少一点 明天台北股市就有机会 但是你的高通其实 也没有差到现在 人家现在也是把重心都 慢慢转向什么 对不对 数据机转向手机的AP 他说卖一个AP 对不对 卖一个AP可以抵卖五支iPhone的数据的晶片 所以你说人家也在调整 而且投入汽车的市场 所以这边其实不用去 不用去为好的公司担心 常常讲你不用去为好人家 全球的霸主他自然会去做他该做的事 对不对 就像手机的 出货下修 蒋南天也跌5%而已 很多IC设计都跌了五成 对不对 还需要 在低档区大惊小怪跟人家追高杀低 是不是 就像说对不对 IC设计每一家公司不同 我只能告诉你太多家了 对不对 那这边 时间的关系 我也不能每一家都跟各位 来解 但是我只告诉各位 这边电子股 尤其我上礼拜告诉 已经领先告诉你们 IC设计 真的第三季不好 真的第三季 你看这礼拜 都是这些利空在打 但是 盘还是慢慢的跌高 所以 你心里有个底 自然你就不会像那些人 那么恐慌 没看过节目的 在那边追高杀低 好不好 车用还是很好 富顶还是很好 望宏还是很好 研发科就用转单Intel 部分的转单 台积电还是很好 是不是 只不过 就是成熟制程要小心 但是联电底下这边也不用害怕 只是说 技术面丑一点 那就看国安基金嘛 国安基金 要认真一点 是不是 把空单 把它嘎上去嘛 是不是要嘎就嘎快一点 好不好 对不对 这些都是 其实大家都早知道的旧文 所以 真的 现实 很多股票跌到很便宜的位置 就像这档股票 创意第二 我看了一年多了 最近才 下手 现代 清代还有特别会员下手 今天全部会员我也介绍了 有兴趣的都可以买 为什么 因为这家公司蛮特殊的 做的东西是蛮好 是全球领先的地位 以现在的股价来看 去年的法人的目标价 是有三倍的利润 是有三倍的利润 对不对 讲难听的 就算说现在大家 景气没那么好 对不对 你现在 你现在 如果没有涨三倍 至少也可能 至少也有快一倍吧 现在买至少也有快一倍 所以为什么 我最近要告诉你 有兴趣的赶快来布局 因为真的就 便宜 那公司也很好 公司也很好 我今天就 介绍给所有的会员 这档股票看了一年多了 蛮有趣的 有兴趣的都欢迎你 对不对 就像说你有合一 你不想等 你可以卖一些嘛 对不对 卖一些 你不用全部卖 你卖个三分之一 你来买这档股票 OK的 对不对 所以 每个操作方法不同 所以 看个人 我觉得有时候 就是你自己 那你想等合一 OK啊 因为你要拼大的 完合一就是要拼大的 是不是 所以 每个人的想法 你自己的格局要大一点 我常讲做股票 你格局不够大 说真的不要做 尤其是生计股 震荡一下 有时候哀哀叫 真的你不要做生计股 好不好 你比我很多 清代的很多 对不对 女孩子 漂亮的女孩子 那种尴尺 你还真的还不够 很多人真的 没有尴尺 没有尴尺 真的不要做生计股 对你来讲 太累了 好不好 那这档股票也是很特殊 叫做创育第3 股价很便宜 股价很便宜 我只告诉几个会员 那这 以现在的股价来看 它至少有一倍的 当然有大一个 比较大的转机 本业都不错 然后 有新的业务 对不对 然后 又有新的事业 有新的业务进来 会增加营收 又有新的事业 也可能值得期待的 股价在长线的底部 像这种 也是很好啊 说不定运区很好 真的 来到历史的高点 就赚3倍 所以 这边来说很简单啊 就是这个盘 不断的利空测试 就跟合一 对不对 这段期间也是很辛苦 那就是要 来回的测 那你看 现在 大家 讲合一的也少 也好啦 筹码也比较沉淀 对不对 没信心的 不想等的 对不对 你就走 我讲的很坦白 对不对 对它未来是有利的 那 电子股 当然 很多电子股跌深了 但是呢 跌深了 反而都是很大的利多 就像这档股票 我看了一年多 真的 最近跌的那么深 真的是 看到流口水 所以才带会员进去 真的去年 这个目标价是3倍好不好 真的 跌的太深了 这波真的电子股跌太深了 真的是 不错啦 也逮到好机会 那这档股票也是 很便宜 但是有一个 倍数获利的机会 甚至有数倍的机会 因为 公司 体质也不错 有 新的业务 有新的营收 对不对 营收会增加 今年营收一定是增加啦 绝对是增加啦 那再来又 转投资 新的业务 也是不错 跨入了 半导体 跨入了半导体 检测的市场 所以这边 当然 你就要把握了 所以我想 这边也不用说 太害怕 只是说这个盘 很会磨人 很会磨人没办法 就是考验各位的耐心 考验各位的容忍度 考验各位的EQ 对不对 考验各位做股票的 你的格局啦 我常讲你的格局 不要 看到利空跟人家去杀 看到利多跟人家去追 每天追来追去 杀来杀去 对不对 希望有些老师每天都赚 真的这么神吗 你去参加看看 保证你 应该 很快就毕业了 我只能这样劝你 对不对 就跟 网红老师一样 每次都是历史高涨去买股票 对不对 大量的时候每个都说好的时候去买股票 现在股价很多股票 跌得稀利化了 他也不敢讲 所以真的啦 实实实在在的 好好把握 888特会的专案 把电话拨通 让我们做个联络 也祝各位超多顺利赚大钱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拜拜 本投顾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 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赐付投资风险 更加热